三日后在隔壁的永州 有一个大型的拍卖会 我将你的药丸送过去 你要不要过去瞧瞧 热闹吗 当然了 拍卖行去的可都是有钱的人 路会场的票 多了一万两银子呢 嗯 我没钱 放心 我有 真的 当然了 就你前几日帮我们炼制的 那一炉回春丹 价值就不低一两万两银子 小奶团子暗搓搓的 写了挤自己脸上的小奶镖 很是大方的扔给了 雪原几张符纸 炼丹的时候扔进去 能够提升结丹率哦 偷偷地告诉你 就你那上品丹药 最少二十万两起步 嘿嘿 我待会回去就炼丹 再送一颗过去 好啊 好啊 回到县衙时 天已经完全黑沉了下来 晚饭后 小奶团子便将自己关在了房间内 开始炼制丹药了起来 深夜 小奶团子将刚炼制好的美颜丹 用药瓶子一粒粒地装好 准备去萧静哲那睡时 牢房那边却忽然出了动静 走水了 走水了 小奶团子心中一脸 立即赶了过去 见着才一小会儿的功夫 牢房便燃起了熊熊烈火 二话不说 便跃上了不远处的房屋顶上 只见她小脸一片严肃 凌空画了几个符转 小嘴对着符转念叨了几句 小手绘制了一个手绝 一声轻贺 从空中溢出 似转非转的图案 骤然放大 散发出了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冲天而去 雷鸣说过闪电的声音 相继响了起来 就像是龙王嫁女儿般 哭闹不止 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 牢房那边的伙事 便被大鱼给扑灭了 听到动静的萧静哲 正准备出门去瞧瞧 便见小奶团子 摇摇晃晃晃着自己的小身子 一副困倦的不行的模样 朝她走了过来 四叔父 燃燃好困 小奶团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便困倦地 倒在了萧静哲的怀里 燃燃 燃燃 燃燃要睡觉 再吵 我揍你啊 主子 燃燃小姐是睡着了 没事的 行驶 过去瞧瞧是怎么回事 这火来得太过于蹊跷了 屋外 住一下那五家小姐 好好地让人守着 是 地牢那边 萧静璇夫妇 牢房看守的牙医们都在 大人 这大伙来的时代 是太过于蹊跷了 哦 若非这雨下得怪异 今天牢房怕是都被烧了 大人 属下检查过牢房的各个地方 发现有人在牢房的周围放了油和酒 再加上牢房的左侧有一柴房 大伙很容易就蔓延起来了 另外 属下的吃事也都被下了迷药 一个个地给我查 出现的酒和油 可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能够做到的 给本官细细地查 是 老头应了一声 便将所有人都叫了过来 一个个地排查了起来 大爷 主子让属下提醒一句 多看着点五家小姐 我知道 回去告诉她 让她好好地休息 这五家小姐 我已经让人秘密地将她关押到了别处 嗯 然然呢 可去休息了 回大夫人话 主子刚要出门时 小姐刚回去 见到主子就喊困 瞬间就睡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